香港立法会今天表决政改议案 一如预期的遭到否决 究竟香港政改方案有什么争议 否决后香港的未来又将如何 我们带您有一分钟 快速整理香港政改方案重点 中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号 通过对香港政改的决定 同意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由一人一票选出 但候选人需依照基本法由提名委员会产生 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 是由选出香港特首的选举委员会 以四大界别按比例组成 也就是工商金融 专业劳工宗教及政界 反对者担心提名委员有许多是公司和法人代表 容易因在大陆生意受北京压力 改变投票行为 导致提名过程出现筛选 或提出不具名义代表性的候选人 而港府态度与北京一致 强调831决议符合基本法 满足港人对普选的要求 反对者不满港府屈服中央 接受代助先的假普选 因而爆发雨伞运动 是1997年主权移交后 对中共统治的最大规模反抗运动 立法院共有70名议员 台面上支持政改方案的议员有43位 反对的泛民派议员有27位 通过政改方案 需要三分之二席次同意 至少得有47票 6月18号记名表决 部分建制派议员离场 最后只有37人参与表决 在8人赞成 28人反对 有1人没有投票的情况下 政改方案确定遭到否决 政改方案没通过 香港行政长官2017年选举 重新回到原本的选举委员会方式 2022年是否会有普选 需要再提新政改 政改五部曲再走一遍 但香港特首梁振英曾说 如果政改方案被否决 港府没有其他取代方案 也不会再做政改咨询 将专注于经济民生工作 新唐人也在电视这里报导